死者Annie搬來 最後一塊骨頭的女主角 今天第一天開鏡拍攝 最後出現的時間是兩點半 之後一個人上了三樓休息 大概四點半左右導演叫她上座 保姆Rosa上房不見她 人們就到處找 最後就是茶水姐發現死者 其他工作人員 都在新屋的另一邊 很少在這邊出入 如果不是茶水姐 在下面推下午茶經過 看到地上的影子 我高頭望上來 也未必這麼快發現死者 Vadam Dr.Q, 我們也剛到 跟TAMS說發現死者的經過 都病又雕化 相信也採不到指紋 初步估計死者應該在上面的房間 掉下來 Annie跟導演說 想我的鏡頭一個梳落在二樓跳下來 你也知道, 用到替身要做很多東西 我也知道 不, 如果要用替身要做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先跳拍了Cherry的場 Annie就可以上去休息 事關於這間屋, 我們也要拍三天 所以我們在上面 一人一個擦擦一間房間 就讓他們休息 第一間就是給Annie Annie是在這個窗, 跌在下面的平台 在死者的手上黏著黃色的鉗櫃 跟這條窗子扣的稅很相似 我估計當時死者是被人弄刀刺傷 打算向後退的時候 就踩到地上的雜誌 然後就失去重心, 掉了窗子 那就是說他掉下去的時候 可能不被櫻殿扣的水 所以黏了一些簽名在這裡 這個刀架有可能不向我們打空 阿Sir,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整個下午都在這裡工作 剛才Annie還說一梳落 要在二樓跳下來 然後我又要令他立刻跳一場戲上來跳拍 唯有叫武之華哥跟他體身合作動作 我看得出門, 我真的不知道樓上發生什麼事 我是Annie的體身 一直都在下面拍攝,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的中文底不是那麼好的 我找了服裝的莎姐幫我將一份高評音 我剛才坐在後面很努力地讀 很多人都看到的 下午這段時間你在哪裡? 我就是在這裡等位置 對不起 你們不要再問我了, 我已經被人問了 你有什麼要打電話給導演嗎? 我們在Annie休息室找到一盒 貼了這兩年貼紙的眼影, 是不是你嗎? 你說紫色那盒?是我借給他的 我所有的東西都貼了貼紙 這樣就不怕人不見嘛, 是嗎? 為什麼你會借化妝品給Annie? 你跟他不是不對嗎? 我們只是裝作弄, 要不是這樣 我們怎麼可以三天、兩天見到阿布 其實我們私底下是好朋友 在Annie死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你不是懷疑我殺了Annie吧? 我怎麼會殺Annie? 你只問我 你當時在那裡做什麼事 身邊有什麼人? 我告訴你也行, 但你不准洋出去了 我們調查資料全都是保密的 不會上警訊的 其實那時候 我和Tony在一起在房間裡 在房間裡做什麼?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你問我們在做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一定都在泳池旁邊 聽見有人大喊有死人 就跟上去看, 就看到Annie死了 好, 走吧 你想在Annie的房間裡做什麼? 我在Annie的房間裡找到一隻咖啡杯 杯裡有一支飲館 跟你一支一樣, 都是有被咬過的痕跡 不咬飲館很平常, 為什麼一定是我? 你不承認, 我拿了這支飲館 跟Annie的房間一支飲館 回去做DNA比對 就知道你有沒有進去Annie的房間 是呀, 我有進去, 但我換了Annie 是, 大約兩點兩個小時 我想樓上換衣服那陣子 剛好碰到她, 換衣服走出來 之前在記招的時候 她找件衣服戴著我, 已經很生氣了 好, 後來碰到她, 還看著眼睛 拿起來就進她的房間 一杯咖啡潑在她的衣服就出氣了 潑完後, 氣順了 我換衣服後也回樓下 那時候Annie還在泳池旁邊 跟導演卓營天 那妹妹這麼聰明, 僅有二樓脫下來 一殺直落, 這樣才能獲得出新手 這樣就很聰明, 不過很危險 當然危險了, 要不然要替身你幹什麼 那時候她還生勾勾在這裡 很多人可以做證 之後她上樓上 導演說要先跳拍我的氣氛 我就全程留在泳池旁邊拍攝 之後查詢日姐, 但她說有人死了 死人了… 那我才跟其他人一起去看 我怎麼會殺她 死者的肝溫是三十五度半 估計死亡時間應該是三點到四點 但因為那把胸刀插得很入 所以有可能是尺寸腹部大道 墨西血過多致死 不過真正死因 我回去解法院之後發報告給你 另外在死者的指甲上 找到少量血跡和皮蝕 有可能在死前跟兇手爭辭過 撒傷了對方也不一定 除了發現屍體過事 你最後一次看到死者是什麼時候? 就是Annie上房的時候 我剛剛經過, 看到她跟人吵架 跟誰吵架? 跟Cat姐 我警告你, 你不要這樣過 我一定有底線 你有底線, 也是我的原則 如果你今晚來, 我隨時放他 看到兩大姐在這裡吵架, 我還不走嗎? 免得多是非嘛 行了, 曹先生, 我會解決的 是, 曹先生 有聲音的消息, 我會打給你 李小姐 Madam媽, 有什麼可以幫你? 請問你最後是何時見過Annie? 還不是在她上房休息之前 那是在泳池邊 還是在上房的樓梯? Madam, 你似乎已經有答案了 茶水小姐說你跟她吵架過 是因為什麼事? 我是跟Annie吵架了兩句 不過誰都知道Annie出了名, 難復仇 她要求多多又不合理 我真的不可能滿足到她要求了我 是誰的衛箱? 是誰的衛箱? Dr. Gu 麻煩你幫我看看這件衛箱是何時做的 這件衛箱沒有流血 只是傷及表皮 應該是抓傷 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不好意思, 李小姐 我想要請你回警局協助調查 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們需要和你做個活體取證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 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